那车撞了人 对方不要陪直接走了 碰上这样的事故 一方面我们有可能要想 对方可能真的是挺体谅我们的 或者说是比较善良的 另一方面 风险防范意识还是要存在 这报警报备一下 还是有必要的 这就好像你的女朋友 找到了你的私房钱 不但没有生气 还把钱笑眯眯的还给你了 你这个时候不能光顾着高兴 你要想想后面 有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吧 那之所以必须要报警 是因为我们要做个事故认定 那虽然对方现在感觉没事 但如果后面他说 我感觉变严重了 我出内伤了 怎么样怎么样 来找我们要医药费的时候 也不太说得清楚了 也就很麻烦了 你如果没有报警 那这个钱很有可能 就得自己扛下来了 没有事故认定 保险公司就不赔了 所以说在事故发生的时候 一定要报警说明情况 最好是在对方 还在现场的情况下 这样你和他的交涉 也能够被警察听到 同时开启通话录音 留下证据 就算他走得急 你也能有一个报警记录 万一未来发生什么扯皮 也好有一个流底 或者是证据 对不对 那除了报警 事故现场的证据 也保留好 如果有行车记录仪 当时的这种事故录像 你就把它存下来 不要循环删掉了 那如果说没记录仪 下车之后 你用手机 你录像 或者是拍一下现场 以及和对方的这些交涉过程 也是比较推荐的 因为这种情况下 交警很有可能是赶不到现场 或者到了 你这事都弄完了 你保留好证据 也方便交警事后来进行事故判定 那虽然现在是 哎呀 监控很多 满天都是 那万一没有呢 对不对 多一份证据总是好的 那另外呢 在报完警之后呢 最好也报保险公司告知下情况 并且呢留案几天 就算对方过了一两天 不舒服了 来找人赔钱了 那保险公司也不会扯皮的 那对方没来 再修案不就好了吗 也不会增加第二年的保费的 那刚才说的是当场报警的情况了 那如果我开回家之后 哎呀 我是不是应该报警 那个时候才想起来 来不来得及 或者说 之后人家觉得很厉害呢 严重了 早上门来了 我还能不能报警 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会变得比较麻烦 那根据我国道路交通事故 处理程序规定 第12条规定呢 首先需要交警核查事故的真实性 但由于已经没有事故现场 这就增加了警方收集事故 证据的这些难度了 那如果因为证据不足 无法证实真实性 而不会受理了 只能通过法院调解 或者诉讼来解决了 那如果有证据证实真实性 警方才会受理 但在事故认定上又有麻烦了 那如果有完整的证据链 还好能够按照实际的事故 出具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 但如果没有 那只能按照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 第21条的规定 推定当事人的交通事故责任 像这种机动车和非机动车 行人发生的这些交通事故 基本上就机动车一方 要负主要责任的 非机动车和行人一方 负车要责任 即使事实是行人他闯了红灯 你可能也没有办法 没证据 所以说保留好证据 还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有些朋友就担心了 如果当时没有报警 后来对方感觉说身体不舒服了 浑身难受了 都已经看不到未来和希望了 这个时候来找麻烦了 这个时候他报了个警 我们会不会被算作 这个造势逃逸 这个倒不需要太担心 那根据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 公安部70号令规定 要主客官上 都有逃避事故责任行为 才能被定行为交通造势逃逸 那你在发生事故的时候 车子停下来了 也下车和对方交流了 然后他说没事先走了 你再走的 那基本上是不会定行为 交通造势逃逸的 那当然最好还是有个 保留证据的流递 方便警方定则 那最后说一种很特殊的情况 就是你看到对方腿都撞穴了 或者已经在那边飙雪了 是不是 他还说没事没事没事 雪在那边飙说没事没事 坚持要走 这种情况下 我们自己一定要报警 万一对方是什么 逃犯 不想碰上警察的 你更要报警了 对吧 也算是为社会做贡献了 如果还是有悬赏的通缉犯 有可能你这个修车前 是奖金给你出了 对吧 不过对于我们个人的人身安全考虑 我们最好是等对方走远了 再打电话报警 关注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备胎说车 第一时间可以看到我的视频和通知 备胎说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